全国Costco变更营业时间 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 从今天开始Costco将缩短其营业时间 旨在疫情期间保证员工以及购物者的安全 具体来说就是周一至周五 Costco将在下午6点半结束营业 加油站也将在晚7点停止营业 同时考虑到60岁以及60岁以上年长者 和特殊人士的需求 Costco将周二至周四早上8点到9点这一时间段 设立为长者及特殊人士专用购物时段 另外Costco的药房现允许非会员购买药品 而周末营业时间将保持不变 仍至早上9点到晚上7点 如果打算前往购物的居民 也可以上Costco官网 再次确认离家最近的商店营业时间 网址如下 除了更改营业时间以外 Costco也强调旗下员工会遵守社交距离这一禁令 降低感染风险 此外 由于此前民众进行恐慌购物 现Costco也修改了退货机制 将不接受特定物品退货 包括厕纸 瓶装水 消毒纸巾 大米 以及消毒喷雾的退货 除了像Costco这类大型连锁店设立新规以外 三藩市市内的便利店以及出售酒精的小型杂货店 现也设立了新的规定 原因是三藩市市府要求 这类商店必须在晚8点到次日清晨6点处于休业状态 以降低人们聚会的风险 不过也有便利店老板抱怨称 通常店内顾客多是在晚上8点以后才会来光临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